郁長 各位會友 各位好朋友 今天我們在這裡來辦二十七十一年的嚴格紀念會 有很多人說 事情已經過那麼久了 你不再說這個要創事 事實是 不管過多久 真相不清楚就永遠不會過去 這國的歷史課本 整年 這國中學的歷史課本 整年要有九月的資料 來使納粹黨所做的事情 要有九月的資料 納粹黨所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歷史課本 說到日一半 整年 你頭看到位 你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事情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的資料還不清楚 看好有很多資料 也還不想報告 所以我們紀念不是拜 那些人的事情 就是希望 資料要請做 要完全跟我們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譬如說到底什麼人在家的事 到底國地是希望的人在外面 第二點 我是順著感想 跟大家分享 七十二十五 這一款渡載的事情 後來還不再去台灣發生 還有人家說 我相信沒有人家說的 未來的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人家 沒人家 沒有人家知道 所以我們 要讓義父 跟我們的驚孫 說一禮拜 所以發生這個事情 會進行是怎樣 希望他們後來 如果是不幸 沒有人家說的 還要去做遺書的事件 希望你們有更好的貼困 更好的方向 更好的白飯 去處理 不用像我們的生日 這樣 還受了我們 還有犧牲 順床在對順序拜這種大肚子的事情 在台灣已經發生幾次你知道嗎 國民黨來台灣是發生二次的事件 肚子一人人 一般中五年一本人來台灣也肚子一人你知道嗎 進行清潮來也肚子一人你知道嗎 荷蘭人來統計台灣也肚子一人你知道嗎 在北國也肚子一人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人民所受到的肚子一人 很多次很多次 二次拜就是第一次 當然我們希望不是最多的一次 我們不是紀念這二次拜不是要報仇 不是要說我們的願望 我們是希望我們的社會 要拜不再發生這件事 不然他又肚子留守的事 會有比較好的助力風險 謝謝